好,来,最后一个练习 用绳子,绑罐子,然后跑跑做圆咒运动 顺时中方做圆咒运动,俯视 然后问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都考过 这三个问题都有人问过 一个问题是问速度方向 一个问题是问加速度方向 一个问题是问,他如果咔嚓成段要怎么飞 回答我用上下左右回答 你如果觉得他会斜斜的跑 你就给我写什么左上右下 就这样讲,左上右下就可以了 OK,来 请问你在A的速度方向哪里 在A的方向向哪里 我们刚才跟你讲了 他应该是什么方向,速度是什么方向 然后呢,加速度是什么方向 刚才都有提过了 请问你A的速度方向 请向迪都尾了 要换可爱小女生是吗 可爱小女生 你们班有这号吗 14号 未班没有14号 有13号 13号现在正在昏睡中 6号 6号 迪都尾 右下 右下 好答案 右下哦 你要讲右下 谁告诉你的答案 江同学 很好 下课把他载了 选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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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问题是加速度方向向哪里 讲过哪个加速度 受到什么力量有加速度的 受到什么力量有加速度 那那个力量会怎么样呢 这刚才前面都讲过了嘛 可爱大帅哥 叫做27号 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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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右下 嘉明大哥 向下 向下 请坐 嘉明大哥说向下 加速度来自向心力 向心力 横指向圆心 A点指向圆心的是向下 所以呢 力向下 加速度向下 力跟加速度一组 两个同方向 同时存在 同时消失 前面给你提示过了 下个就很简单 考过的题目 很简单 就是问你说他如果突然断掉了 他如果咔嚓突然断掉了 他会往哪一边飞呢 就是前面讲过的提示的重点嘛 来 可爱的3号 3号 3号 你昨天站起来 那个状况不佳 你今天好一点吗 快点 啊 你跟我讲 向右边 请坐下 向右 我们说过他会沿切线飞出嘛 维持原来的惯性 他的顺时速度方向向右 所以就继续向右嘛 好 沿惯性切线飞出 所以答案就是向右 这是很简单的练习 这些题目都有人问过 问速度方向加速度方向断裂之后 他会沿切线飞出的方向 OK 这就是简单小练习 可以吗 可以